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现在是上午10点08分9月10号啊 今天是中国大陆的教师节啊 待会儿我跟大家聊聊教师节的问题啊 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啊 我决定把被干掉的视频再发一遍 而且这次我要创造一个奇迹 就是这条视频让他干不掉 同志们走起来 我刚才真的很生气 恒大号称全国楼盘七五只 我刚才打电话和售楼处确认 竟然被售楼小姐给骂了 我问他们七五这是备案价还是销售价 电话里的售楼小姐直接回我 你是买房的还是探底的 既然这样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今天我就教教大家 怎么查开发商的真实销售价 将来无论你什么时候买房 看完这条视频 你都能识破开发商 先提价再打着的套路 首先114查询当地房管局电话 然后咨询房管局当地备案价查询网站 有些城市系统还未建设完成 可拿本人证件去房管局窗口查询 进去后点击商品房 然后再点击楼盘查询 把楼盘名称输进去 你会惊奇的发现 美中楼的信息一目了人 几号楼卖了多少套都逃不过你的发言 好 接下来点进去 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你会发现他们真实的售价一目了人 这个就是真实的备案价 是开发商向当地房管部门备案的真实售价 高于这个售价可以投诉他们 楼盘高层最贵的户型才10200 但他们宣称75折后均价10500 你们这样打折 难道真的不怕被群众打折吗 好 视频看完 我不是非得针对哪个开发商 因为目前无论哪个行业和品牌 不吹牛不套路是活不下去的 劣币驱逐良笔每天都在上演 在老想使坏的老美面前 缺乏契约精神的市场环境 可能才是我们发展的最大天敌 这位先生他说 恒大的打折是假的 其实不光是恒大吧 很多这个开发商 也包括其他行业 打折都不是真的 都有假 而且不光是中国的 就是西班牙的 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打折也是假的 这也有一些打折记 或者一些节日搞打折的 去年就被有心的华人发现 当然是一些常逛街的女性 他们发现就是 比如说到某一个节庆 某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 说是要打折了 然后说这个西班牙人 就是西班牙开店的某些西班牙人 偷偷的把那个价钱给伪造了 然后先把价钱拉上去 先抬起来 然后再所谓的打折 根本也没便宜 看来这种不守规矩 老想占便宜 没有契约精神 弄虚作假 也不光是中国有 当然中国是非常普遍的 非常常见的 系统性的 全局性的 全面性的造假 这个一点都不新鲜啊 现在呢 这个恒大啊 我昨天做那节目 恒大说全国500多个楼盘 全面的打折 最低能达到58折 现在看来也是假的 这个大家只要按照刚才视频里那位先生 这个指引大家的指导大家的 去所在防管局做查询 如果你想买你就知道真实价格了 不过呀 到处都是圈 到处都是套 圈套 到处都是坑 到处都是陷阱 到处都给你做局 给你下套 这个社会啊 已经让你没法相信任何人了 处处是骗局 处处是陷阱 那么可想而知吧 就是除了房地产商之外 我刚才说西班牙的那些零售企业 卖衣服的 卖化妆品的 卖首饰的 也都玩着套路 还有好多西班牙的华人开的店 也都有各式各样的骗局 我们也曾经遇到过类似情况 当然我们被坑了 可能有一两百欧吧 就是他提供的服务 他有过错 他没跟我们做好 但是他就坑你的钱 是吧 当然你去找他 他也会退你 但是你会跟他吵 跟他骂 非常的 怎么说 让人心里边觉得不愉快 就是有些中国人 在中国带来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比如说耍赖啊 比如说唯利仕途啊 比如说不守规矩 不按照约定 不按照契约办事 到了海外依然如此 所以说实话 我们有的时候尽量的 说句良心话 我们对很多中国人 我们是远离的 尽量少跟他们打交道 有一部分中国人是不错 当然这一部分中国人 跟出不出国 我觉得没关系 如果他生活在中国 他也是个守规矩的好人 我们生活中也有这儿的朋友 但是也有的人 他不管是在中国 还是在国外 他一定是个坏人 就是这种唯利仕途的人 反正我们自己吧 作为成年人 我们要筛选 就像前些年我去 比如说我去东北 这个采购大米 去山东 采购这个洪富士苹果 去福建漳州 采购炉干 我都要找至少十几个供货商 进行比对 比较 筛选 筛选的是什么呢 其实那个东西 大米 苹果 炉干 能差哪去 差不了太多 主要看这个人 看这个人 你比如说我去辽宁盘锦吧 收购苹果 我去几家之后 我大概心里有谱了 谁比较厚道一点 谁比较厚道一点 然后我再去别人家 有一次我就去 有一个大米加工厂 他院里堆着像小山一样的 那个稻子 就是还没 还没变成大米的那个稻子 然后正好老板娘没在 那是个女老板 然后我就问他们家一个男伙计 我是这稻子是本地的吗 是哪的呀 他说吉林的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 盘锦大米有名 但盘锦大米不是盘锦本地出的 他们从吉林调稻子过来 调运过来 然后打着盘锦大米的名在卖 还有比如说我去武昌 我在武昌 发现很多从外地调过去的稻谷 然后打着武昌大米的名字 在那售卖 而且我还去过武昌隔壁的吉林省 吉林市的苏兰县级市 在苏兰 我亲眼看见那的大米 也是打着武昌大米 所以我最后选了一家 选了一家盘锦大挖县 田庄台镇的 因为我觉得呢 那个人还可以 然后我就住在他家里 在他家还住过 在他那大米加工厂也住过 但是 但是啊 他照样坑我 我跟他合作了有三年 他每年都坑我 但是我还认了 我为什么认了呢 因为他坑我是小坑 小坑 他的质量没问题 质量没有大问题 我只能说 但是其他人就更没谱了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我出去做点生意 多么的不容易 而中国的这种商业的 彼此的信任的这种环境 有多么的差 这个人他怎么坑我呢 比如说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这个 我在他们家 我记得住了28天 因为有一年 这个货源特别紧张 我就在他们家住了28天 天天盯着他 他去收 他让下边人给收 有人骑着 开着那种三绷子似的 撒谷路的那种农用车 去收稻子 其实也不能太认真 因为最终 盘锦周围 其实辽宁的市都不大 然后最后就出他们的市 有时候到了沈阳那边 到了府顺 安山 锦州 到营口 到周边去收 我只是要求那个品种 如果你太较真 也收不到 但是我在那 起码那质量还是有谱 后来待了28天 因为北京 我还有别的买卖 我实在待不了了 回去了 回去之后 再给你发的那大米 就多多少少 差了一点 像我们干这个的 我们一看就知道 差了一点 他就多挣你一部分钱 然后第二年 他又怎么坑我呢 第二年他坑我是 第二年他坑我是 那个 运费 运费 因为有一个机构 叫配货站 不知道大家知道 不知道配货站 配货站是什么意思呢 像我这种人 我需要运输大米 但是你让我养一个大卡车 不现实 那大米加工厂呢 他也需要有人给他运大米 你让他养大货车 也不现实 于是就有了配货站 那些像我们 或者大米加工厂的人 去配货站找车 然后那些司机呢 也需要信息 也需要活 就到配货站去 配货站 有的配货站呢 还兼着旅馆和停车厂 你在他那 驻旅馆 花钱 停车 花钱 然后呢 餐厅花钱 然后他再给你提供信息 说哪哪哪 要多少多少活 有多少多少活 比如说往北京 50吨大米 100吨大米 那中间你再给他点信息费 那配货站呢 跟这哥们 跟我说这个 给我送大米 这个盘锦这哥们 他们是同学 中学同学 我见过那人 所以后来他给我找那个 但是我也挺聪明的 我就找了好几家配货站 要了好几张名片 后来呢 这个 我后来在北京第二年 是让他给我送过来 送过来呢 是我就不去了 省得那些拆旅费了 但是他跟我说 每吨大米要80块钱 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劲 然后我就分别打了那几家电话 一打听才40 后来我就直接跟他说 那会货还在路上的 还没到北京 我说这货我不能要了 我说那个没有这价格 我说要不然你就拉回去 就就吓唬他呗 当然他不会拉回去 因为那天那么些大米 至少十几万块钱的吧 按当时的价格 后来我说 我说我都问了 没有80块钱那件 就是40块钱一吨 是吧 你比如说我要50吨 他就黑我2000块钱 要100吨就黑我4000 所以后来他说那好不好 是吧 但是我还是找他 第三年我又找他了 第三年又给我出幺蛾子了 但是都是一些小的 小启不言的 这儿挣你2000 那儿多挣你点 反正就那种 是吧 还有这个山东 我去烟台拉苹果 那家也还行 质量没出过问题 也黑过我 第一年黑过我 他说那个一斤大米 挣我五分钱 实际上他挣我一毛钱 啊 就是在最后装车的时候 装车的时候 你要把所有的款都付清 那都十几年前啊 那都是必须是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手机什么转账啊 微信转账没有 那就是给现金 就最后装车的时候 他有个笔记本 他他一翻 我我无意中发现的 我还没有说偷看他笔记本 他一翻 我一看 每一斤他挣我一毛钱 啊 不过那个人倒是挺老实的 原来在南京是南京军区工程兵 在南京市七霞区工程兵团当兵 啊 后来回到他们这边在这个朝远嘛 朝远出金子 在金矿上也上班 后来还是村里边当过一段时间的副书记 那人还行 挺老实的 后来我第二年 我不是第二年 我回到北京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可黑我了啊 我说你挣了我可不是五分是一毛 他第一反应就暴露了 他说谁说的 他以为是村里人给他暴露了 他一定是跟村里人都交代了 就是凡是我收 因为这个苹果嘛 一尖一尖凑的 因为我有一定的标准 比如说八零以上果等等的凑的 后来还有他们隔壁那个县叫什么县 他们是朝远 隔壁是莱阳 莱阳北边有个镇叫谭克庄 谭克庄也是 我去收苹果 然后那个那当地人用方言跟那个 跟旁边那人说 俺要把 俺要扒 就是我要扒皮 就是你别跟我废话 别跟我说漏了 我要扒皮 我一听就听懂了 然后我找了个折 我就走了 是吧 去福建也是 去了好多家 那马路两边都是搭着棚子 那福建人 他是请你喝茶 喝功夫茶 一家一家的 我到的是张州市的长泰县 延西镇吧 就那一带啊 也去了其他的县和其他的乡镇 也找了至少十几家 主要找那个人 最后找了一个姓陈的 我想他叫陈什么 现在忘他名字了 陈建什么 陈建忠好像 还有个叫陈龙吉的 他们都姓陈那村里 然后那个 他们哥俩陈建忠岁是大点 中年人 陈龙吉是个年轻的 他们俩合伙了 之前也找了别人 一看那人就不行 然后我跟我们家 一个亲属一块去的 我们家那亲戚 反正听来听去 他好像说 他听懂了一点 这个福建闽南话 他说他们在商量 怎么坑我们 后来我们就去别人家了 就去那陈建忠他们家 那陈建忠不错 你跟他说好的事 他都给你办 然后说好这质量 后来我就放心他了 我跟那个我们的亲属 还到外县市 还玩了两趟 我们说既然好不容易来趟福建 那是02年的时候 就是有非典 广州有非典 我们回来就从广州回来的 那会已经有非典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 真是很幸运 没染上 然后 我们就到泉州 还有一个县叫安西 安西不是出那铁观音茶吗 安西有一个中国茶城 正好那会我也卖茶叶 我也去了 我跟大家说啊 就安西茶城的茶叶 卖到北京 价格翻多少倍 十倍 一百多的 在北京就卖一千多 我也卖茶叶啊 就像北京的马连道 他们 那些人都发大财了 差不多这就是十倍的毛利润 十倍 然后那个转一圈 还到什么泉州啊 泉州市啊 晋江啊 石狮啊 啊 转一圈回来了 后来呢 那会我姐姐啊 我姐姐在广东汕头 我妈那会也在汕头 我又从那去汕头 看着我妈 啊 后来回去 也从汕头 又看了一下我妈 和我二姐 然后从广州回到北京 所以这个 这两位姓陈呢 尤其这陈建忠特别好 我们中间走了两次 但是回来 那个货啊 你随便 我们要都是几千箱 几千箱的药 随便打开一箱 那个货从大小 尺寸 到这个规格 到这质量 你根本你就不用担心 那个福建人是真好 当然不代表福建没骗子啊 只能说我遇见那人不错 我们也花了大量的精力 这就是成本啊 是吧 当一个社会 到处充斥着骗子 到处是坑 到处是骗局 是吧 我就说盘锦那哥们 跟我称兄道弟的 也管我吃 管我喝的 对吧 我还住在他家住过 对我是不错 可是他终究还是想 从各处多挣你的钱 不过说实话 我这人不爱占人便宜 那会儿在这个 这盘锦 这他们家人 有十几个人 那一年这个货源紧张 因为有出口的一个大订单 这个大米紧张 也有很多人到他家去 但是他对我是最好的啊 因为他可能看我北京的吧 我也挺能聊 也挺能砍 他是唯一把我留在他们家住宿的 其他人不让住 其他人住旅馆去 而且我在他们家吃饭 别人也在他们家吃 别人是蹭饭 为什么说蹭饭呢 那一帮人 他们是哪的都有啊 山东 济宁的 哪的人都有 还有 河北 苍州的啊 他们是 在你们家转转 看看这米 又去别人家了 因为那条街上 全是大米加工厂 马路两侧 好几十家 但是一到中午吃饭 就来他们家了 这家人还不错 挺厚道的 起码面上吧 来来来吃吃吃 但是那些人 也不在他们家订货 甚至说 人家这家挣不着他们家钱 就在人家白吃白喝 但是我就不好意思 是吧 我是实实在在的 就奔着他们家去的 因为我看别人了 别人只会更差 别人为人处事 做买卖更没谱 所以就在他们家 但是有的时候 我还给花点钱 买点菜什么的 我不好意思白吃白喝人家 反正小心吧 是吧 我由恒大 又联想到我自己的经历 这样比较生动 比较鲜活 反正大家小心吧 是吧 中国的房地产商 更黑更坏 是吧 反正我们在中国 没买到烂尾楼 我在中国买过不少房子 反正都没买过烂尾楼 都还是最后 给开了产权证了 也能够让你把房子 正常的处理 是吧 没有大的质量问题 就阿弥陀佛了 是吧 其他的方面 至于他挣了你几倍的钱 那是人家的本事吧 是吧 这你没办法 惹不起 好吧 好吧 好